妈妈给我转了9000块钱,让我买护肤品 男朋友知道后炸了,你买个护肤品要花9000块 你就不能跟我一样用10块钱的大宝吗? 我爸工作一个月才赚4000块,你凭什么用9000块的东西? 我奇怪的看着他,你爸一个月只赚4000块 又不代表我爸一个月也只赚4000块 我又没花你家的钱,凭什么不能用? 男朋友被我对得哑口无言 后来,我回宿舍发现海岚之谜被偷换成了大宝 我直接报警,男朋友肉眼可见的慌了 一,妈妈给我转了9000块钱,让我买护肤品 我买了一套海岚之谜,男朋友陪我一起去拿快递 陈阳一眼就把海岚之谜从几个快递中挑了出来 他好奇的打量他,像是随口一问 你这买的什么?花了多少钱? 我没注意到他的神色,随口回答 海岚之谜就花了9000块 陈阳炸了,不顾快递占人多,直接大声呵斥我 你就买个护肤品,花了9000块 你为什么不能跟我一样用10块钱的大宝? 你知不知道挣钱有多不容易? 我爸工作一个月才赚4000块钱,你凭什么用9000块的东西? 我奇怪的看着他,你爸一个月只赚4000块 不代表我爸一个月也只赚4000块 我又没花你家的钱,凭什么不能用? 快递占人来人往的,目光瞬间凝聚了过来 陈阳的脸色仗成猪肝红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意识到被关注了 用力把我的护肤品砸到地上,转身就走了 我跟陈阳不欢而散 2.晚上,陈阳一直给我发信息,我没理会他 我坐在店中脑前,两眼无神地盯着纪录片,脑中分万的念头里都理不清 陈阳是高我一级的学长,人长得高高帅帅,开朗大方 且人员非常好,我们在一起三个月,正在热恋期 除了这次因为护肤品吵架,平时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隔壁床的摄影秦柔几次看向我 我看过去的时候,他又赶紧把手机收起来 他的目光永远,好像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 我很烦他这副有话不知说的样子,直接问他,你有事儿吗 秦柔摇摇头,却在窗户边来回独步,忽然指着窗外喊我 齐齐,陈阳在楼下等你爱 我走到窗户边朝下看,外面下着雨 陈阳穿着短袖,被淋成落汤鸡 他看见我,提起手里的小蛋糕,温柔地朝我招手 这一刻,我心软了 我下楼给陈阳递了一把伞 陈阳拦住我的肩膀轻声道歉 宝宝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发脾气 我本着脸不说话,他哄我好久 寻寻善忧地说,宝宝,我没有怪你花钱的意思 你如果买几百块一套的护肤品 我绝对不会说你什么 但真没必要买九千块一套的护肤品 不信你问问你的社友们都用了多少钱的 我心里有点动摇,因为社友用的护肤品都不贵 基本都在几百块以内 陈阳温柔地说,宝宝,我是真的很爱你 你说我想一辈子在一起的人 正因为我想跟你结婚,所以咱们花钱得花在刀刃上 你爸妈挣钱肯定也不容易 咱们做人子女的要知道体谅父母 我想起早出晚归的父母,有点不舒服了 但我又想试探一下他 就顺着他的话往下说 好,那我把海澜之谜退了 用这钱给你买台电脑 陈阳非常欣慰地笑了 露出你终于懂事了的表情 他迫不及待地接话 电脑确实更有用,对吧宝宝 我的恋爱脑在这一瞬间消失了 脑子无比清醒 看看,这九千块钱花在我身上就是浪费 不体谅父母,花在他身上就是花在了刀刃上 这不是双标吗 太对,他只能暂时按下 回到宿舍,设有文静还没回来 我刚把蛋糕放在桌上 秦楼忽然先开床慢 没头没脑地对我说了一句 有人给我发红包 他的眼神隐隐有点得意 带着一种向我炫耀的感觉 我无语,敷衍地说 啊,那恭喜你 三 我走向浴室想洗把脸 看见设有文静的韵美镜摆在洗手台上 心里微微有点难受 想了想,还是给妈妈打个电话 我简单几句说了原委 妈妈的语气一下子提起来了 小心翼翼地问我 琪琪,你怎么想的 我心头有些迷茫 它让我感觉很不舒服 但是我室友都用很便宜的护肤品 我用9000块钱买一套护肤品 好像确实有点不好 妈妈谨慎地说 宝贝,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 不能在这方面要求平等 妈妈完全有能力 给你提供这样的生活 9000块的护肤品 对咱们家来说是合理水平 妈妈说的是实话 不提爸爸那边 光他就有两家美容机构在赚钱 我花9000块买个海岚之谜 对他来说是正常消费 妈妈接着说 你省掉这9000块 对家里也没什么用 咱们家不需要你省吃俭用 为未来做打算 我想到自己账户里的理财和公司分红 这9000块对我来说也是正常消费 妈 妈最后淡淡地说了一句 爸爸妈妈努力工作 就是不想让你在物质上受委屈 我非常感动地跟妈妈道别 接着给闺蜜打电话 闺蜜一听就吃笑 你是脑子进水了 还是眼睛被使忽住了 竟然找了这种男朋友 第一,你没有花他家的钱 第二,你没有超前消费 不是用花呗或者分期买的 这对他家来说是奢侈品 但对你家不是啊 而且他咋不去跟马云说 别坐头等仓了 经济仓省钱啊 不就因为你是他女朋友吗 你们只是在谈恋爱 他就要安排你的钱 以后结婚是不是还要安排你家的钱 你父母有能力给你花 他没资格管 我说他爸一个月只赚4000块 感觉他很不平 闺蜜直白地说 什么样的家庭就有什么样的消费 总不能把你家拉低到跟他家一样的水平吧 我忽然惊觉 陈阳确实在这样做 挂了闺蜜的电话后 我心里已经有了决定 但想分手很难 因为陈阳的人员非常好 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 我将会面临一场没完没了的舆论战 大学还剩下两年 我不想生活在非议里 4.陈阳不知道我想分手 赵诚约我 我们在湖边的情人桥散步 他高兴地说 等周末我带你去场地上放风筝 就是得看我的PPT能不能做完 我的电脑现在不太好用 存点资料就卡 陈阳一有所指的说完 就期待地看着我 我知道他在等我接话 就故意转移话题道 这周末我要回家 下次吧 陈阳顿了顿 有些不高兴 我假装没发现 他竟然压下情绪 亲密地揽住我的肩膀 我全身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宝贝 你家里每月应该给你不少生活费吧 为了防止你乱花 你把生活费放在我这 咱们一起攒钱 他补充了一句 你要吃饭 或者买什么东西 再跟我要 我心里瞬间十分反感 这本来就是我的钱 我为什么要给他 让他管着我 过着伸手朝上 花一块钱 都得看他脸色的日子 我推开陈阳的胳膊 坚定地拒绝 我自己能存钱 不需要你帮我存 陈阳愤怒地质问 你能存钱 你买九千块钱的护肤品 你有没有为咱们俩的未来考虑过 我直接回队 我没花你的钱 不关你的事 陈阳别有意味地说 看来你不太信任我呀 我不想理他 转身就走 没走两步 我忽然听见 背后快速靠近的脚步声 我警觉着回头 但晚了 我整个人已经腾空而起 我倒仰着被陈阳抱出桥外 整个人除了他没有任何依靠 他只要手一松 我就会掉进湖里 而我不会游泳 我脸上的恐惧一定取悦了他 他眼里愿意地恶意告诉我 他就是故意的 我嗓音颤抖地说不出完整的话 你放我 下来 陈阳几次故意松手吓唬我 我被吓得惊叫连连 路过的行人 还以为我们是情侣间打闹 笑着避开了 我求助无门 直到被吓得泪流满面 陈阳才把我抱下来 他很满意我的反应 笑着问我 你现在知道 我是你唯一能依靠的人了吧 我轮圆了胳膊 一巴掌扇到他脸上 啪的一声脆响 陈阳捂着脸不可置信 在他反应过来之前 我已经把腿跑掉了 回到宿舍后 我才渐渐感到后怕 刚刚不应该冲动 如果激出了陈阳人性里的恶意 后果不堪设想 设有文静 看我脸色不对 关心地问了我出了什么事 我简单地说了几句 隐去了 陈阳把我抱出桥的事 文静满脸难评 他这 挺过分的 他很少说人坏话 能为他说一句过分 就说明 陈阳确实很奇葩 秦柔一直沉默 这时候却忽然说 其实两个人只要真心相爱 那钱放一起也没事吧 他一有所指的看着我 真的爱对方 肯定不会计较 谁钱多钱少的 我这时候也回过未来了 难怪陈阳总能知道我的消息 原来宿舍里有一个他的耳抱声 我懒得跟蠢人掰扯 看我跟文静都不理他 满脸冰的摔门二出 五 陈阳没再找我 我也没理他 我正愁没理由分手 没想到周一回宿舍 我没开封的海澜之谜不见了 柜子里放了一瓶朴素的大宝 我直接给陈阳打电话 陈阳 我柜子里的海澜之谜 是不是你拿走吧 陈阳无赖地说 嗯 我拿了 我跟你讲道理讲不通 你自己说 哪里有你这样的女朋友 一点都不贤惠 也不会为男朋友着想 你们宿舍的秦柔比你强太多了 我冷笑一声 直接问他 东西呢 那个你别想用了 我已经拿去卖掉了 钱放我这里 我帮你存着 我恶心又无语 你应该知道 不问自取是为偷吧 我限你两个小时内把东西还给我 不然我就报警了 陈阳乍毛了 你能不能好好地别闹了 为什么你总是这么多事呢 你要不买九千块钱的护肤品 我能拿你东西吗 我这是在为你省钱 你不知道吗 哈 合着他偷东西还是我的错了 我拒绝跟蠢人说话 挂了电话直接报警 喂你好 我要报警 我有一样价值九千块钱的东西被偷了 六 直到见到警察 陈阳才知道我没开玩笑 他不可置信地质问我 至于吗 就因为一个护肤品 你就要报警抓我 我坚定地回答 至于 警察劝说他 你要拿了女朋友的东西就还回去 情侣之间别闹得没法收场 陈阳也不眨地否认 我没拿他东西 你们别冤枉我 我差点气笑了 直接播放通话录音 陈阳还在跟警察狡辩 他神色很不耐烦 我说没拿就没拿 我一个男人怎么见女生宿舍 另一道跟他一模一样的声音响了起来 嗯 我拿了 我跟你讲道理讲不通 你自己说 哪里有你这样的女朋友 一点都不贤惠 也不会为男朋友着想 你们宿舍的情容比你强太多了 警察眼神异样地看向陈阳 陈阳的脸仗成猪肝色 他冲过来打我手机 你这个贱人 居然录音 我连网躲到警察身后 警察立身呵止他 别动手 站远点 两个警察把陈阳控制住 拉到一旁教训一顿 陈阳到现在都不觉得自己有错 他是我女朋友 我拿他东西怎么了 他要不买这么贵的东西 我能拿他的 陈阳理直气壮地说 我这是为他好 一个警察忍不住提高声音 你是他男朋友 也不能拿人家东西啊 超过两千块 他可以送你进局子 而且人家又没花你的钱 你着什么急 陈阳愤怒地瞪圆了眼睛 却哑口无言 两个警察深深地叹气 问我想怎么处理 我直接了道地提出要求 一个小时之内 要么把东西还给我 要么还我钱 警察劝陈阳把护肤品还给我 陈阳沉默了一会儿 东西已经赖掉了 那你就把钱还给他 陈阳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 警察紧咬不放地追问 最后他才承认 钱我用掉了 他卖了我的海澜之谜 给他自己买了台新电脑 我想起他之前信誓旦旦地说 钱已经帮我存起来了 实在太可笑了 我吃得冷笑一声 陈阳一下子盯住我 你非得为这点钱 跟我闹到这地步 看看 明明偷东西的是他 却成了我的错 我给他看了一眼 手机通话录音 严谨一呆地说 还钱 或者我让你的朋友也听听 陈阳阴郁地听着我 默不作声地打电话借钱 他的人人很好 没打几个电话 就借到了钱 9000块钱一到账 我当着陈阳的面 给自己重新下单 买了一套海澜之谜 陈阳眼神阴沉 一有所指地对我说 你会后悔的 我吓得躲到警察的身后 向他们告状 警察叔叔 你看他还在威胁我 陈阳被警察 非常严厉地教训了一顿 我站在警察的背后 对上他阴狠的眼睛 无声地说 放马过来 气 我跟文静前后脚回到宿舍 他递给我一个快递 我看这个应该很贵 就赶紧给你拿回来了 我打开一看 里面是妈妈寄给我的一套贵妇护付品 其中的一小瓶女子酱精华 就要一万块 秦柔在我旁边探头探脑的 我盖上盒子看他 他默不作声地缩回床上 放下床杖 不知道在干什么 我想给妈妈打电话道谢 陈阳的电话先过来了 我看了一眼秦柔的方向 接了起来 陈阳暴跳如雷地质问我 你家故意的吧 有钱就了不起 你一瓶破妈脸的玩意儿 都要一万块 还跟我计较这几千块钱 张琪琪你真可以呀 有你这样做女朋友的吗 你别以为你了不起 你在我这儿就是个垃圾 自私又小气的婊子 我瞎了眼才会看上你 我唇角微钩 陈阳会这样破口当骂 正是因为我没让他占到一点便宜 我就是宁愿花钱买护肤品 也不愿意给你花一分钱 因为你不值得呀 钱 难 有 陈阳气得在电话里放狠话 我嘘了他一声 你不怕我录音吗 陈阳瞬间闭嘴 手机那端只能听见他愤怒的喘息声 我冷淡地说 陈阳 这次没送你进橘子 是我放你一码 从今往后 咱们好聚好散 你要是不想太难看 就别再来招惹我 陈阳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曹你妈 他挂了电话 宿舍有一瞬间的寂静 文静若有所感地看向我 我把手机扔到桌上 发出咚的一声响 秦柔刷得拉开床慢 一步跳下床 光着脚就要跑出去 我斜跨一步挡住他 一把抓住他的头发 左右开弓两巴掌扇到他脸上 秦柔尖叫起来 手胡乱地打在我胳膊上 放开我 你凭什么打人 文静嘴上喊着别打架 插进我跟秦柔中间 不动声色地帮我挡住了秦柔的攻击 我把文静推开 拎着秦柔的领子 一下把他对到床架上 我为什么打你 你不是心知肚明吗 不然你跑什么 秦柔尖叫 你放开我 文静你就看着他欺负我是吧 文静站在一旁 冷静地劝说 琪琪很讲道理的 你们把事情说开就行吗 秦柔还要发疯 我又扇了他两巴掌 动作挺快呀 我刚拿到东西 你就给陈阳通风报信了 怎么 看上他了 我扔掉的垃圾男人你可以捡 但你再动我东西试试看 秦柔嘴硬 谁动你东西了 我冷笑 你没动我东西 陈阳是怎么拿到我的海南之谜的 秦柔一负否认 反正不是我 我气笑了 你还嘴硬 要不要我去查监控 秦柔眼里闪过一丝心虚 绷着脸不吭声 我拍了拍他的脸 你不承认也行 谁拿我东西 谁不得好死 秦柔气急了 却又无法还嘴 我冷冷地盯住他 以后给我老实点 再给我找事 我就不会像这次这样轻轻放过了 我松开手 秦柔大口喘气 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泪眼朦胧地跑了出去 爸 我给妈妈打了电话 告知我跟陈阳已经分手了 妈妈长嘘一口气 然后小心地跟我解释 妈妈其实不反对 你跟贫穷的男生谈恋爱 但是妈妈很害怕 你再碰见陈阳这个男孩子 先不说他家条件怎么样 这才刚谈恋爱 他就让你省钱 省钱干什么 咱们家又不需要你省钱 妈妈尽全力 给你好的物质条件 就是想让你舒舒服服地过日子 你想想他 让你省钱的目的是什么 我支持扶贫 但我不愿意一个男人 以恋爱的名义 通过你让咱们家精准扶贫 我宁愿给红十字会捐钱 也不会给这样的男人一分钱 我静静地听着妈妈的肺腑之言 他继续说 不是妈妈贤疲爱抚 如果这个男孩的条件不好 但是他不会限制你的消费 愿意兼职打工给你买礼物 那么妈妈会觉得 这个男孩会过日子 勤俭上进 但显然 你这个男朋友不是这样的 我不得不提醒 妈是前男友 妈妈笑出了声 不要因为别人去降低你的消费水平 你也没有必要迎合他人的价值观 我的琪琪值得最好的 一番话下来 我真的十分感动 果然最爱我的还是父母 秦柔跑出去 一晚上没回来 文静有些担心 在西灯前给他打了电话 被他直接挂断 我平静地劝他 别担心了 他有地方去 文静疑惑地看我 我把手机递给他 有同学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陈阳挽着秦柔的肩膀进了酒店 说不定他们正情意绵绵地在一起 说我坏话呢 文静脸色有点黑 你这刚跟陈阳分手 正常女生都做不出秦柔这种事 设有刚分手 就跟人前男友去开房 文静有些道德洁癖 这事他比我隔硬 秦柔在第二天下午回来 我们都没理他 没多久我的手机就像炸了一样 信息不停地响起来 文静喊我 琪琪你快点看大群 九 下午四点 陈阳在大群里发一篇小作文 虽然没指名道姓 但大家都知道 他在说我 陈阳在群里说 劝大家不要跟一个物质 又自私的女孩谈恋爱 这种女孩心里只有自己 完全不会为别人着想 只懂得索取 不懂得付出 在一起的三个月 我为他付出了非常多 帮他写作夜查资料 生病给他买药 一句想吃小笼包 我跑办做城市给他买 我付出了时间和感情 他家有钱 他可以给自己买九千块钱一套的护肤品 平时我们约会看电影的钱 就要我来付 这三个月我过得非常累 也看轻了他 可能是我这种穷逼 不适合跟他谈恋爱 只能分手了 群里一大堆人安慰他 并指责我 这种女孩真的太自私了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陈哥别伤心了 祝陈哥今日脱离苦海 陈哥这个年头真心难得 你肯定能遇到值得珍惜的女孩 陈阳在群里倒苦水 现在社会就是这样 对男人很不公平 女孩子不用存钱 需要攒钱的只有男人 男人真的太难了 恋爱中一直要男人来花钱 女生从来不缺钱花 这个男朋友不给花钱 那就换个男朋友 男人恋爱要出钱 结婚要自己准备婚房 还要出彩礼 女生可以月光 甚至超前消费 等到结婚出个B就行了 这就是社会 就是现实 陈阳的发言 获得了大部分男生的支持 随着支持而来的 是对我排山倒海的指责 大家都觉得 我的消费实在太高了 还是个大学生 实在没必要买 海澜之谜之类的护肤品 我眯了下眼睛 没想到陈阳竟然这么蠢 我早就警告过他 好聚好散 别逼我翻脸了 文静冷静的说 琪琪 你还是别回应了 因为你的消费确实高 大家不能对你产生共鸣 而且陈阳的人远好 你等了几天 热度下去就行了 琪琪从刚才就一直看着手机笑 听到文静的话 立即复合 对 你最好别说话 我没错过 他眼里阴影得意的光 他们不知道 那天我报警后 就全程把手机拿在胸前偷拍 陈阳的嘴脸都被我拍下来了 我看着群里漫天的骂骂笑了 决定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王炸 总要在重要时刻出场 而害人者终将会受到反噬 十 不回应而平息 似乎有人在推波助澜 有次我跟文静从图书馆回宿舍 碰到一个陌生男同学 他用很恶心的语气调笑我 哎 张琪琪 请我吃顿饭吧 对方的眼神挑衅又第一 明显是故意找事 我笑咪咪的回 请你吃屎要不要 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 在我生活里越来越多 陈阳和秦柔高调的在一起了 他们甜蜜牵手 出双路队 陈阳给他送了个水果礼盒 里面的柚子每一半都包好皮 石榴更是一颗颗的 晶莹剔透 做足了24小好男友的样子 秦柔拍了张照片发朋友圈 收获了很多艳羡 他的朋友暗戳戳的依养我 还是柔柔有福气啊 好女孩才配得上好男孩 不像某些拜金的 这条朋友圈我看见了 秦柔故意在我面前说 其实你们分手是对的 陈阳跟我说 像你这样的女孩没人敢要 没有男的能养得起你 我跟他才是门当户队 他会好好珍惜我的 我平静地看着他 像在看一只狗叫的吉娃娃 秦柔不知道 我家里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培养我 不是为了让哪个男人能养得起我 而是为了让我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可以自己扎根吸取养分 在这个世界上伸展直压 你够了 文静看不下去了 立声喝止他 你讲了别人的前男友 爱怎么交往就怎么交往 别跑到人面前秀爱 要点脸行吗 文静为人很公正 他的重话一出口 秦柔的眼眶瞬间红了 默不吭声地出了宿舍 当天晚上 群里就传出有关于我的新留言 陈阳的几个兄弟 在群里上蹲下跳的 你们都不知道吧 张琪琪对陈阳打过很多次台 是陈阳玩烂的破血 一天天还装得跟什么似的 说不定他家里就没那么有钱 平时花的都是做外围赚的 我冷静地看着群聊 那简像约好了似的 在群里泼我污水 我不相信没有陈阳的受益 文静愤怒的重拳出击 你们是太闲了 所以只能关注男女下半身的点事 这事不管真假 就凭你们用这种事来攻击一个女生 就证明你们的人品很低劣 群里的女生都把这几个男生记住了 以后找男朋友 千万不能找这种 说不定他也会拿这种事情来攻击你 文静很聪明 他知道越自证越被动 他没有纠结事情的真假 而是不停地攻击 他一力详实惠 有理有据地把那几个男生骂得不敢吭声了 我本来只是想让陈阳射死一次 安分一点 现在我决定对他吓死手了 11 学校的论坛和各种群聊 都出现了很多吹捧陈阳的帖子 陈阳莫须有的 才华和不值一提的家庭条件 被半真半假的吹上了天 不明真相的同学 都以为陈阳有背景有钱 是个很厉害的人 陈阳上钩了 他对这些忽然出现的吹捧 没有提起一点该有的警惕心 反而喜滋滋的默认了 他甚至到处贬低我 说张琪琪就是做原教的 不然怎么那么有钱 能买9000块一套的护肤品 我听到这些也不生气 低头给人转账结账 我发了一个再接再厉的表情 对方热情的回了一个 收到 文静在我旁边多问了一句 你在干嘛 老师让我把这个发给你 他让你帮他把PPT做一下 我笑了笑 敷衍过去 再跟朋友聊天 我接收了文档 刚刚打开电脑 秦柔又错过来犯件 哎 之前追你那几个人 怎么不见了 秦柔茶里茶气的说 该不会他们信了 你打台很多次的事吧 秦柔这话一出 我就知道这事悠悠 跟他脱不开关系 因为他痛打落水狗的眼神 太明显了 文静眉头一皱 不动声色的隔开秦柔 不见就不见了 这种会相信谣言的男生 说明他们没有自己的判断力 并且对秦柔的喜欢也不够坚定 自然没资格站在秦柔的身边 秦柔不高兴了 文静你怎么回事 你是看张秦柔有钱 所以老帮着他说话是吧 文静神情有点恼怒 我说的是不是公道话 你自己心里清楚 文静这话说的理直气壮 他是穷 但他从没向我借过钱 他的学费生活费 都是靠自己兼职赚来的 秦柔背对了 不高兴地嘀咕 反正你就是帮他说话 文静不理他了 我冷眼旁观地看秦柔打开柜子 给自己泡了一杯某飘飘的奶茶 秦柔自从和陈阳在一起后 生活质量大降级 他不再点20块一杯的奶茶了 陈阳给他送了很多某飘飘的灵气奶茶 美其名曰 外面点的奶茶不健康 秦柔真信了 他每滋滋地向我炫耀的时候 我差点没笑出来 外面20一杯的奶茶不健康 某飘飘两块钱一杯的灵气香精奶茶 就健康了 秦柔一头扎进爱河里 他把护肤品换成跟陈阳一样的大宝 几次在我面前炫耀 哎呀 我现在要省钱了 我们打算毕业就结婚 到时候要靠自己买房子呢 我从来都不反驳他 冷眼看着他慢慢滑向深渊 现在追捧陈阳的人非常多 他走到哪里都有一群人前呼后拥的 就连秦柔都跟着很有面子 走到哪里都有人喊一声嫂子 陈阳喜欢上了请客吃饭 每次都是十几个人去餐 我估算了一下他的花费 一次不少于一两千块 还不够 我不着急 我够狠 也能忍 12 秦柔就像一坨牛粪 而陈阳就是插在他身上的鲜花 他不停地吸取养粪 越开越娇艳 秦柔把生活费都给了陈阳 每次需要吃饭 就要提前向陈阳申请 某次我跟文静去食堂吃饭 碰见陈阳和秦柔 他们之间只有一份饭 秦柔沉默地看着陈阳大块朵仪 等陈阳吃得差不多了 他才接过陈阳的剩饭 这个场景 看了我跟文静都有些反胃 才一个月 秦柔迅速消受枯萎 有天晚上 我跟文静听见他起床的声音 文静问他 你怎么这么晚起来 秦柔淡淡地回了一句 我喝点水 他好像很饿 咕咚咕咚地给自己灌了很多水 文静很能体会这种饥饿半夜灌水的经历 他多嘴说了一句 你是饿了吧 我柜子里有饼干 你吃吧 秦柔像是炸毛了 反应激烈地说 我在减肥 不吃东西 他谁也不喝了 直接倒在床上睡觉 我给文静发信息 好心没好报 你别管他了 文静给我发来一长串的抱怨 你说陈阳是不是给他下降头了 他身上所有钱都被搜刮干净了 还死心塌地的 你看看他现在过了什么日子 我言简意该地说 这是他自己愿意 你别多事 小心到时候被倒打一耙 文静很长时间没说话 在我快要入睡的时候 他给我发来一条意味深长的信息 秦秦 你不明白 对我们这种出身普通的女生来说 是错的机会并不多 我顺眼朦胧地看完信息 选择尊重他 目送他壮男墙 文静下床 把大灯打开了 他拉开了秦柔的床慢 我想跟你聊聊 13 文静拿了一面镜子给秦柔 秦柔不明所以地看他 文静一针见血地说 你现在就像一个结婚很多年 被生活搓磨得没脾气的中年妇女 哪里还有点女大学生的样子 秦柔瞬间坐置身体 不可置信地打亮镜子里的自己 他越看脸色越沉重 文静接着说 你再看看陈阳 花着你的生活费过得多滋润 你该不会真觉得 两块钱一杯的奶茶 比二十块一杯的奶茶更健康吧 你用大宝真的比以前的护肤品好吗 陈阳每天都请客 我听说他每次请客都要几百一千 你真的不知道你省下来的钱去哪里了吗 你妈辛辛苦苦供领上学 给你足夺的生活费 你现在吃顿食堂都要向陈阳申请 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让一个男人来这样坐见你 秦柔沉默了 很长时间不说话 文静花了很长时间 耐心的给他分析利弊 秦柔的眼神越来越清醒 我也听精神了 莫不作声的打开手机 在监制群里发布了一条监制信息 只有一个要求 长得漂亮会说话 报酬丰厚 文静猛猛的说 真爱一个人 只会想把好的东西都给他 你自己想想 陈阳有多久没送你东西了 那个水果礼盒 他还有给你送吗 秦柔吸了吸鼻子 吃着文静的饼干 谢谢你文静 我明白了 我明天就去把我的生活费要回来 十四 第二天 我跟文静一起去上课 路上碰见了陈阳 他浑身上下都换了奢侈品 左护右护得很风光 陈阳满脸得意 眼角余光瞄到我 故意高声说 今天我请课 大家都别客气 他的跟班们起哄式的叫好 秦柔跟在陈阳的身后 他着急的拽陈阳的手 陈阳神色不悦的推了他一下 正在这时 有几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走过来 不好意思的喊住陈阳 你好 请问能加个微信吗 漂亮女孩含羞淡色的看着陈阳 陈阳的兄弟们 瞬间发出意味深长的启哄声 陈阳嘲讽的瞥我一眼 三大说看吧 你后悔了吧 我四笑非笑的看着他 知道这将是他人生中最后的高光时刻 秦柔从人群里冲了出来 推了漂亮女孩一把 他尖叫 有病吧 他有女朋友 美女被推了一把 也不乐意了 两边吵了起来 我跟文静看着秦柔跟女孩打了起来 文静目瞪口呆 陈阳紧紧皱着眉 似乎嫌弃秦柔丢脸 丢下秦柔转身就走 文静想上去帮忙 也被我拉走了 15 秦柔跟陈阳又和好了 陈阳打电话过来 对文静破口大骂 你这个贱人 自己没人要就算了 别来教坏秦柔 操你妈的贱玩意儿 文静气坏了 他好心劝秦柔 秦柔转头 把他卖了 他去找秦柔对质 秦柔却冷冰冰的质问他 你是不是也喜欢上陈阳 所以想让我分手 文静 他气得好几天吃不下饭 秦柔的危机感爆棚 他从一个水灵灵的女大学生 变成了一个灰扑扑的隐婚妇女 呲牙连嘴地守在陈阳身边 对所有靠近陈阳的女性 胡适淡淡 他甚至出去兼职打两分工 把所有的钱都供给了陈阳 16 图书馆里安静又凉快 到处都是埋头学习的人 我惬意地喝口咖啡 看着从聊天矿里得到的信息 推测陈阳现在利滚利 应该已经借到了30万左右 这钱他还不起 我生了个懒腰 是时候收割了 17 陈阳在学校里微风了几个月 中指在学校论坛上 忽然出现了一条帖子 一个叫刘阳的学弟 在微信被拉黑的情况下 发了一条请陈阳还钱的帖子 他的帖子里详细地记录了 陈阳几次向他借钱的经过 并且贴出了聊天记录和转账作为证据 这条帖子一出就炸了 越来越多的人跟帖 说陈阳也找他们借钱了 他们以为陈阳是个有钱人 出于信任就借给他了 甚至套钱借给他 我笑眯眯地看着陈阳和他的好兄弟们 跟债主们对骂 也有很多人在为陈阳说话 毕竟陈阳做了几个月的散财童子 又累积了一些好人员 我适时地放出了王诈 论坛上又出现了一条帖子 直指陈阳偷盗 大家好 我是陈阳的前女友张琪琪 我跟陈阳之所以会分手 是因为他只是我的社友 托了我的护肤品去卖钱 嘴上说钱他帮我存账 实际上他用我的钱 给自己买了开电脑 我放出了警察教训陈阳的视频 以证明我所言非虚 陈阳的人员很好 这几个月他一直在威胁我 朝我身上泼脏水 说我打胎 以及做圆胶挣钱 我贴上一些在群撩中保存的图片 陈阳确实说了 我在做外围赚钱 经过几个月的辛苦努力 我已经搜集好证据 将会起诉陈阳 我把陈阳捶得死的不能再死 他的好名声都完蛋了 大家都知道了 他是个贪婪的小人 他已经买电脑的事 陈阳的名声完了 自己又债务大爆发 现在没人肯借给他钱了 他的资金链断了 催债的人打爆了他的电话 秦柔的电话 他父母的电话 以及他朋友的电话 他的父母风尘涂涂的赶到学校 对着校领导又是下跪 又是哭着恳求 陈阳是个很骄傲的人 他站在三楼的办公室外 根本不敢面对里面的父母 砰了一声 他从三楼的窗户跳了下去 18 救护车开进学校 陈阳抢救过来了 却下半身瘫痪了 一辈子都没有站起来的希望 陈家父母卖房为他解决了债务 陈阳不管怎么说 都不愿意回学校了 他直接办理了退学 秦柔也跟着他一起退学了 陈阳和秦柔 喊窗苦读那么多年 好不容易考上一所985的大学 本来可以有个新起点 但他们的人生毁了 可惜吗 这都是他自作孽 就由自取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陈阳把我抱出情人桥外恐吓我 他恶意又愉悦的表情 我能记一辈子 我开始享受我的大学生活 我洗刷干净了自己的名声 现在大家知道我是个受害者 再也没有那些非议了 某一天 文静欲言又止地问我 琪琪 你是不是在某某发过一个兼职 我认真又平静地看着他 你要继续问下去 说不定咱们就做不了朋友了 文静神色犹豫 最后沉默了 我从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陈阳在我身上做的恶事 换成任何一个柔弱一点的女孩子 说不定就要想不开 每个人的性格弱点 都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刀 陈阳现在有这个结局 由我推波助澜 这也是他自己导致的 而我现在能干干净净 不然任何非议地继续大学生活 是因为我够狠 也能忍 全文完